看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奇数教室》和大家讲3933联邦制约 去年6月3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反复向下,7月形成了底背池之后,开始有点反弹 8月9月形成了一个类似平顶三角形的反弹 但是在9月尾段的时候,跌穿了三角形的底部,然后又反复向下 12月1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虽然不是即时向下 不过2月24日再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之后,3月大家都跌得急 3月出现急跌之后,进入了一个似上下下下一个长方形的走势 甚至跌了下去,在4月至6月之间,低位形成了底背池 6月1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大令国家冲一层上去 不过走不过长方形之后,在8月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标志着上升动力已经减弱了 然后慢慢跌下去,9月10月之间出现三底背池之后又开始上升 11月9日三条平均线顺序 加上之前的底背池,我相信它有力可以升多些 不过遇到250天平均线了 所以短期可能有点回吐 只要三条平均线仍然能够保持着顺序 当然它可能会有死亡交渣,即是10天跌穿20天线 只要三条平均线不出现倒序,它仍然有机会向上 我们看回头,有两个时段,它的MACD是跌穿了零线的 要直至到上回零线之上,它才开始有好的表现 尤其是在今年的6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MACD如果在零线之下,走势怎么都会弱点 今天技术教师跟大家讲6078海吉亚医疗 去年12月1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前小小的时间,其实它已经跌穿了之前的一个双顶的颈线 加上12月10日的三条平均线倒序,看到它开始射下去了 同一时间MACD都在零线之下,所以是属于一些弱势 虽然1月有个反弹,但是1月中打后 连1月初那个低位都跌穿了,又形成了一个圆顶 跌了一阵有点反弹,3月14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又跌穿了1月2月初的低位 这里都是一个圆顶的 3月大家都一起跌下去了,市况当时很差 低位出现了之后慢慢慢慢回升 5月11日三条平均线顺序 大概在4月中的时间,MACD上回零线之上 而且维持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到股价明显是强势一点 直至到6月底7月初出现顶背池才开始回落 8月1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标志着3月至6月之间的圆底 不能够走过量度升幅 这个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再再都显示到6月7月初的顶背池 是给它很大的压力 跌多一阵之后虽然慢慢回稳 9月2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但不是很肯升 10月2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虽然今次有跌,不过也不算跌得多 要小心,它可能会进入一个横行的区域 因为9月底到10月底 已经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倒序 如果后面再很短时间 又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倒序 就是这样,而且是梅花间触地出现 它很大机会进入一个长方形的走势 今天其实教室跟大家讲 6160白济神咒 去年11月2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过多一点时间 连之前的一个圆顶都跌穿了 而且是用一个裂口的方式下跌 12月6日有个下跌裂口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MACD也进入了零线以下运行 所以它跌得很急 而且持续性很强 甚至去到1月至3月出现了底背池 底背池出现了之后 其实反弹力也不算太强 因为它没有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所以力度都是属于一般的 4月21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跌了下去 后来慢慢回稳 6月2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也有点升幅 不过上下下下 9月7日又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跌了下去要出现了底背池之后 才慢慢慢慢回稳 11月3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带令股价冲向这里有一个双底的颈线 现时的回落很正常 因为通常来讲 升穿颈线是会有后抽 后抽是可以跌穿颈线 究竟能不能够走一个量度升幅 就要看一下三条平均线 能不能够保持一个强势 只要不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它仍然是有机会走完量度升幅 不过要小心 因为由4月开始到现时 它都是梅花间足地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三条平均线倒序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徘徊在这个区间里面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方形的走势都可以的 今天技术教室跟大家讲 6185康熙乐生物 去年8月1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下方的MACD在零线之下运行 所以你看到它一直一直持续向下 去到11月12月的时候 出现了底背池才有些反弹 反弹是一个对称三角形 1月27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跌穿了三角形的底部 然后慢慢慢慢向下 4月2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接着跌一浸下去 直到出现了底背池才会回稳 6月2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但已经不是很肯升了 7月26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之后 也是慢慢慢慢向下 直到8月到10月出现了底背池之后 再加上11月1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才冲一浸上去 这里是冲穿了6月尾的一个顶位 下方其实是一个圆底的形态 它用了一个很大的阳竹去冲穿这个圆底的颈线 现时有些回吐后抽巩固都是正常的 它能不能够走完这个量度升幅 要视乎后面三条平均线会不会继续维持强势 如果三条平均线倒序的话 就代表了它未必会走完这个量度升幅 另外也可以留意MACD 它现在回中 只要它仍然维持在零线之上 它仍然可以有一个较强的走势表现 今天技术教授和大家讲6600菜生药业 去年11月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MACD跌到零线之下运行 股价持续向下跌到今年3月中上下 3月接近尾段的时候MACD终于上回零线 4月1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股价虽然不是一个很强势 但是它也可以慢慢慢慢升上去直到7月 但是7月中MACD又跌回零线之下 7月29日有三条平均线倒序了 再加上MACD跌到零线之下 所以股价又持续慢慢慢慢下跌 直到9月10月出现底背池之后 才慢慢慢慢回稳 而我们看回之前的 它会有一个大的圆顶 但是11月23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这个那么大的圆顶应该下不下了 而在这个圆顶里面 也都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上升通道 7月29日出现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加上8月初跌穿了这个上升通道的底部 在在都标志着这个上升通道的运行已经有机会完结了 现时出现了底背池 再加上三条平均线顺序 现时受制于100天线的 但是上方还有一条250天平均线的 所以现时的回吐要看一下MACD会不会落到零线之下 你发觉到MACD在零线之下运行的时候 它的股价是走得弱点的 而一小段大概在今年4月至7月中 股价虽然不是升很多 但是怎么都叫做好点的走势 因为MACD是在零线之上运行的 所以现时MACD在零线之上 如果它又转回到零线之下的时候 怎么都会担心股价走势弱点的